今天讲一下上次的元席 就是春夏秋冬 所以今天讲夏天养生的方法 上次讲过就是我们肝脏养生的方法 就是春天是养肝的季节 非常好的季节 所以夏天是养什么呢 养心的非常好的季节 所以我们会教一些 就是从印度传来也好 后来传到西藏也好 现在就是显教里面也有这呼吸方法 所以我会有这种 就是哈 呼 和 这种各式各样的呼吸法 其实它跟咒语宇宙的能量 都是相关的 然后这六种呼吸的方法 也可以结合到就是六次大名字 噢 麻 尼 背 咪 哼 就是其实它是每个字都是会有互相连结的 所以我们今天招几招 特别是呼吸法对心脏的保护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们在讲就是为什么呼吸重要性 中国的太极拳 或是有很多气功也好 印度的瑜伽也好 西藏的打坐进坐 都是在讲呼吸 你不要小看就是一个呼吸 所以我今天就是第一招要教的是 保护心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法 就是叫做喝呼吸 喝的意思是 有点就是大家讲 今天心好闷 有点叹气的概念 就是突然就是心很闷 或是有点郁闷 或是不舒服 或是有点就是无主的感觉的时候 觉得好像就是示范一样的概念 就是这个调节的时候 它会调节心肺的功能 你心有点闷 或是焦虑 有点恐慌 或是有点心气 就心跳跳得很快 就是进不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 用鼻子吸气 吸饱油 喝的时候你先吸饱 吸饱以后停三秒 就是一二三 然后吐掉不能再吐的时候 停一下通常停两秒 一二 然后又吸的饱 吐完以后这样子 就是三次七次这样子 中间停一下 然后再来吸气 其实这个就是呼吸法 是对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在调节 吸吸跟呼 这样的概念 就是在呼吸法 也可以去大自然 就是比方说 有树有树有太阳的地方 手往上这样子 这时候一定要往上就 一定要喝呼吸 所以这个练习三下 七下二十一下 一直不断的练习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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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的嘴巴不要全闭起来 就这样 有点 吐的感觉 但就是不需要发声音 气就是慢慢出来 另外 一个我们在讲 就是对心脏比较好的 是 哦啊哄的 啊 啊就是正伯 意思是说 胸腔的伯动 或者就是你说 这样 一直连续去 这样的时候心脏的波动 呼吸的调节 所以它是 透过vabration 是正波的概念 所以对心血管 跟肺脏 都调节都 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也是空的概念 就是一定要知道 就是心脏跟肺脏 是没有死心的 都是空的 所以结合佛教讲的就是阿代表控 所以在这夏天保养心脏的方法 这两个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夏天就是养心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因为夏天气太热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中暑 所以水分的摄取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喝狗 然后因为夏天太热太闷的关系 火气会变比较大 对心脏的负担可能会比较重 所以大部分时间 当季当年的收菜水果很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有肥胖型 就是一定要减肥 这个都是为了吸引血管的毛病 像高血压 心脏的血管 不要硬化 钙化 这些都是很重要 生活因素一定要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少发脾气 脾气会容易造成心肌梗塑 血压突然暴高 血管爆裂 脑中风 都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些都是一定要多注意 电视频 电视频 电视频